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宽清零 但在上海疫情激增后恢复严格风控 这消息与此嫌大陆清零政策的一些放松迹象能够相互印证 海外时评人士郝平撰文分析指出 3月1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从习近平讲话中透露的信息来看 并没有把精准防控一棒子打死 而是说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中共国家药监局网站早在2月12日就发出消息 应急审评副条件批准 灰润 新冠口服药 称可防重症 上述两个动作说明中共最高层也在考虑 新冠疫情防控上如何与国际接轨 为什么习近平又突然反悔了呢 文章认为 根本原因可能是 中共一直将数字清零视为体制优势和东升西降的一个强大事实 放松清零导致的确诊病例激增是对中共体制的抹黑 按照小粉红的话说 就是给美国和西方递刀子 同时也是间接承认清零政策的过失 官媒此前报道 上海疫情比2020年武汉还严重 这是习近平很难接受的政治成本 当飙升的疫情数字成为习政治对手的子弹时 重置武汉模式是必然 文章写道 就在上海防疫次生灾害压倒式凸显之际 4月9日张文宏以上海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组专家身份现身 此前张文宏已经从公众视野消失了两周 外界传言张文宏已被撤职 从张文宏的现身及其讲话释放的信号微妙而又耐人寻味 是否意味着中共最高层也意识到清零带来的次生灾害 已经到了极端危险的程度 上海已经坐在民变的火药桶上了 文章最后写道 习近平收紧疫情防控路线基本有四个盘算 首先是借机进一步削弱将派上海帮的力量 二是 用军管风控防民变和政变 疫情清零的同时 客观上也将人性同时清零了 三是 为保二十大实施全面军事化维稳 避免被政敌制肘 四是 为继续鼓吹制造虚假制度优势提供政治叙事范本 但习近平是否意识到 只要反习势力还在搅局 习式政权就不会消停一天 只要中共还存在 任何双赢 多赢都是吃人说梦 中共体制制骨会套牢所有居中人 历经数周政治动荡后 巴基斯坦国会下议院国民议会登地时间10号 凌晨表决通过不信任动议 总理伊姆兰汉遭罢处 伊姆兰汉也成为巴基斯坦第一个因不信任案被罢处总理 尚不清楚 伊姆兰汉的倒台对中巴关系有何影响 中央社报道 巴基斯坦代理议长沙迪克于当地时间10日凌晨1时宣布 在总共342席国民议会超过半数的174位议员 投票支持不信任案 不信任动议通过 自1947年独立以来 巴基斯坦从未有任何总理坐满任期 但伊姆兰汉是第一个因不信任被罢处的总理 巴基斯坦国会预定当地时间11日集会选出新总理 反对党领袖夏巴兹谢里夫被看好是领导这个人口2.2亿 拥合国家的热门人选 70岁的夏巴兹是曾三度出任总理的纳瓦兹谢里夫的弟弟 据报道 69岁的板球球员出身的伊姆兰汉在军方支持下 于2018年当选巴基斯坦总理 不过在他执政4年来 他被指打压一几 而且通货膨胀问题严重 再加上传出他与军方不合 为这名板球明星的下台埋下浮现 上海疫情持续蔓延 封城不但没有控制住疫情 连老百姓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 民怨沸腾 4月9号 中共上海女副市长宗明 在新闻发布会上哽咽的新闻冲上热搜 不过上海网民对其表现并不买单 痛批这是演戏作秀 综合报道9日上海官方举行疫情工作新闻发布会 中共上海市副市长宗明耿叶称 对于大家反应的问题 发出的呼吁我们感同身受 工作做得还很不够 一定尽全力改进 随后有关上海副市长耿叶发言的话题 很快登上百度和微博热搜榜第一名 而上海民众最关注的买菜男 这列名声问题却没有被关注 因此这名女副市长的言论 上海网民讨伐声一片 整个网络都充斥对当局不满的声音 听听上海网民的回应 把你的眼泪收回去 现在需要的是你假惺惺流几滴眼泪吗 是要强硬有力的措施 你上海领导怎么有脸哭的呀 那些一线工作人员 关在家里没菜吃的人 医院里的病人 方舱里的感染者才应该哭吧 你家里有需要看病的病人吗 你家里有需要化疗的病人吗 你家里有吃不上饭的老人吗 你家里有单独被拉去隔离的幼儿吗 你吃不上饭吗 这些都没有 你凭什么跟我们谈 感同身受 我们都还没哽咽呢 你哽咽什么 搁这儿做什么秀呢 眼泪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拜托电视里能不能播些真实的情况 有难处我们理解 但不要总是报虚假信息 什么买菜不难 快递没问题 都不敢面对问题 还怎么解决问题呢 你们现在要做的是 解决上海市民遇到的一切问题 而不是哭哭啼啼 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少喊口号去做实事 哭有什么用 哭给谁看 那么多失业的 抢不到菜的 年纪大了 不会用手机 保障不了三餐的 人家都没哭 你一个副市长 不好好防疫 哽咽给谁看 为了动态清零 中共当局先后对深圳及上海 采取了封城措施 也让以外贸为主的中小企业 并临崩溃 据陆媒报道 有的外贸企业 三月份订单直接归零 有的少了一半 出口俄罗斯及乌克兰企业更惨 有的货寄到半路被退回 据陆媒经济观察报报道 由于疫情风控 深圳和上海两个主要的港口城市 受影响相当大 直接波及出口 中小型的外贸企业一片哀嚎 一个名为风中的厂长的微博账号用户称 公司三月外贸订单少了一半 连老客户也不下单了 深圳大型货运代理公司也坦言 手上的客户原本出货 以美国巴西加拿大等地为主 近期得到的反馈是 工厂没有任何订单 在珠三角地区 经营超过20年的摩托车厂更扯 工厂与员工宿舍管控方式不一样 工厂被划为防范区 员工住在管控区 摩托车厂一分为二 老板肖琼雄无奈地表示 没办法 工厂只能暂时停摆 三月订单至少量了一半 生产自行车配件的珠海蓝图控制器科技创始人 刘春生也表示 年后很多上游客户被取消订单 俄乌战争也有所影响 战争不但导致该公司出口俄罗斯的订单腰斩 就连出口乌克兰的货半路也被退了回来 公司损失巨大 对于封城对中国外贸企业冲击 就连中共商务部发言人数决亭也吐槽称 部分外贸企业受疫情影响 面临生产经营受阻 物流运输不畅等阶段性问题 原材料成本上涨 跨境海运不畅 供应链瓶颈等问题尚未根本缓解 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面临较大经营压力 传闻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拥有巨大的财富 但他在2018年参与总统选举的申报材料中 年收入只报了14万美元 其他财富的去向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近日有美媒揭露了普京的仓富手段 纽约时报报道 普京的财富有很大部分疑似被纳入国有企业以及政府机构 因此当前对他个人的制裁大多是象征性的 假如真要制裁普京 就必须制裁整个俄罗斯政府和国企 但这对欧美来说却很难落实执行 举例来说 像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是欧洲主要的天然气来源 目前该公司只面临有限的制裁 与此同时 正是这家国企替普京建有豪奢山区度假村 先前一份普京财富报告显示 他拥有数十架豪华飞机和四艘游艇 取称都是由公共基金支付 上述报道还指出 境外离岸公司也是俄罗斯政府常用的藏富管道 俄罗斯一家国有航运公司 在百慕达设立了离岸公司 这家离岸公司又持有一间 注册于塞浦路斯的企业 而这家企业曾构建豪华游艇 在英国法律文件中 曾揭露游艇式商人送给普京 也正因如此 普京到底拥有多少个人财富 数目恐怕早已超出常人想象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Sirena 我们漫威TV最近开了一个全新的粤语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看世界 粤语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